大家好,我是爱做菜的胖阿姨 现在每天跟着阮老师和铁峰老师学做营养菜 已经是我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这道菜是鲜虾豆腐羹 大家看啊,这道菜准备了鲜虾、酱汁豆腐 还有鸡蛋、水淀粉、还有小葱 这道菜既补钙又有营养 我们现在开始做 现在呢,我把火打开,做好水 趁水没开啊,我把这个虾擀一下刀 现在啊,这个水已经开了 先把这个豆腐倒里 先煮一下豆腐啊 因为这个虾啊,我刚才已经超过了去去腥味 所以这个呢,可以后放 现在呢,我们放一点盐 现在呢,已经煮得差不多了啊 我们先放一点水淀粉 再淋上一个鸡蛋 这个时候啊,就可以关火了 关火之后,淋上一点香油 最后,撒上一点小葱 这个你也可以,不用葱啊 什么小白菜啊,菠菜啊,油菜都可以 现在我把它盛出来 好,我们这道鲜虾豆腐羹做好了 要想获取更多营养菜,请扫码获取 请您和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节目 跟着阮老师和铁峰老师一起学做营养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一种美食能被一位古代皇帝念念不忘 而这位又被称为古兮天子 我也隆重地带来这道令乾隆皇帝啊 都念念不忘的千年养生第一高 叫 这道长寿皇帝的心爱食物 到了现代又会有怎样的改变呢 还有平时大家伙比较推崇的山药一米芡石粥 还有什么四宝粥等等 其实这些呢都是由衍生而来的 让我们一起走进长寿皇帝的健康饮食 探寻食物里的养生之道 健康饮食服从口入 吃出营养 吃出健康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铁峰 今天给我们分享养生菜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 国家高级营养师 您的健康管理专家阮老师 铁峰老师您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软音频 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 中医健康管理师 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还在为每天吃什么而烦恼 或者您还在寻找一道能够改善自身病情的养生菜 您都可以立即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 添加我们的微信 在电子菜单中找到答案 里面更为不同人群专门归纳了适合的食物 如果您也想吃出健康 那么就请跟着我们一起 每天学做一道养生菜 如果您也有其他方面的健康问题 欢迎您随时提问 我和阮老师将会为大家一一解答 前龙四十一年二月十九号起 至八月十四号 皇上用养生第一宝四次 年十三年十二月初三 用养生第一宝九次 这个养生第一宝到底是什么呢 诚意啊 尴尬了是吧 你听他说什么呢 我听他反正就饱饱着 什么前龙饱 对 没听明白 老师我被一道问题给难住了 什么问题 就是这个养生第一宝 到底是什么东西呢你说 这个第一宝啊 它界限也太模糊了点是吧 我一下子没法回答你啊 到底怎么回事 你再说说 就是昨天晚上嘛 我跟小猪出去 然后他就一直跟我说这个事 就给了我一个大概 说是八种材料做的一个食物 而且皇帝还特别爱吃的 一种养生美食 然后我就翻了很多 这个历史的养生这个资料啊 什么的 我也没找到啊 也没找到 郑毅啊 平时啊 你跟他说点什么 他就不用信 其实你说这个 咱平时我跟阮老师对话的时候 说过这个事 你听说过 孟主肯定也都听说过 我都吃这个东西 对 没错没错 其实这个也不能怪正义 这一道养生美食啊 确实很少有人知道 老师您快别卖关子了 快告诉告诉我们 到底是什么呗 对啊 你还是着急了是吧 那这样 我说我跟阮老师 以前提过这个事 对 你们可能都没在意 一带而过 没往耳朵里去 对 那这样 咱今天就请阮老师 给大家好好讲一讲 我们提到的这个八种食品 做出来这个养生第一宝 好 那今天呢 我就给正义来解答一番 我也隆重地带来这道 令乾隆皇帝啊 都念念不忘的 千年养生第一高 叫八真高 老师这八真高到底是什么呀 刚才我就说 这个高点是乾隆皇帝 晚年就念念不忘的 是吧 所以我特别着急 这个东西怎么做的呀 怎么做的 对啊 也不是特别的难 其实说到这个八真高啊 就不得不提到 咱们古代的皇帝乾隆了 除了乾隆皇帝的一生作为之外 提到乾隆呢 大家都知道的一点就是 乾隆皇帝他特别的长寿 那咱们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以八十九岁的高丽 位居中国封建皇帝当中的 长寿之首 被称为叫古兮天子 乾隆在位六十年 退位以后依然是身体健康 思维清晰 那这些其实都跟他的饮食 脱不开关系 而在乾隆皇帝的长寿的饮食当中 最最著名的就是今天 刚才正义提到的八种食材 提到的这个八真高 也叫什么呢 也叫八仙高 没错啊 根据史料的记载 这个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 他亲自制定了一款甜点的配方 叫八真高 那么根据乾隆内朝的上用人山底部 有个记载 说乾隆四十一年二月十九号开始 一直到八月十四号 半年时间 对 半年时间乾隆的一共用八真高四次 听起来不是很多对吧 是 半年用了四次 对吧 那基本上那就一个多月才用一回 对 他用什么都有记载 对 都有记载 然后呢 后来又有一个记载 就是清宫的卖案 叫清宫卖案 还有用药底部 这都是清宫的案 对 那里面有一个记载 说从那之后 一直到乾隆八多岁的时候 这个乾隆皇帝一直都在用八真高 也就是说 从乾隆五十多岁开始 开始用八真高 药膳养生当中 就没有离开过八真高 说得对 而且这个乾隆皇帝吧 他经常跟他身边的太监 主动要 提醒这些人 说每天要随着熬茶送八真高 也就是下午茶的时候 得把八真高送上 这下午茶这词用得好 对 就是下午茶 那么目的是什么呢 很明确 羊脾去腻 亦瘦延年 是吧 由此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长寿皇帝 他对八真高有多么重视 这个乾隆 这个我们叫瘦至茂蝶之年 不得了 这跟他长期坚持用八真高 是有很大关系的 是 这个八真高的基础食材 是茯苓一米 莲子肉 再加芡食 再加山药 还有白匾豆 那么这些东西 大家听上去都挺平常的 其实这些食材都是属于 药食同源的 那它们组合到一起 有神奇的力量 而乾隆年轻的时候 他吃的那个八真高 除了刚才说的六个之外 还有两个食材 就是山楂跟麦芽 那这两个加进去干什么呢 消食化鸡 后来秦龙年纪大了 年老以后 他就把后两味给它去掉了 又加上什么呢 人参跟白竹 加这两个食材的目的 就是为了枪身健体 这个八真高 真是明目虚传了 就单看它这里头的食材 都觉得真的是对身体特别好 这个皇宫的糕点 它非常讲究 这个八真高 它其实是一个阴阳双调的 这么一个方法 说的对 它对于调理脾胃虚弱 效果是非常好 这个能让乾隆一直坚持吃的 绝对是好东西 是好东西 我都有点着急要尝尝 你说这么事都没开始办呢 怎么就着急要吃了呢 咱们材料还没准备呢 对 是啊 这八真高的食材 一样都没备下 你吃什么去啊 在这我告诉你俩 这八真高的食材 在我后备就有 看到没有 看见了 从第二个罐开始 往后数连着 都在这里头了 你看我们天天摆的是什么 我平时我就吃这八真高 不过呢 我吃的这八真高啊 跟你刚才提到的皇帝 乾隆皇帝吃的八真高 都不一样 嗯嗯嗯 知道不一样是在哪儿不一样吗 嗯嗯 因为我也吃八真高 我知道 你也吃八真高 对 我吃的那是女版的八真高 对 那你现在说我真想吃啊 那我给你吃 我得吃男版的 说对了 你得吃男版的八真高 这八真高怎么还能分男语呢 对 那不行 那我要吃女版的八真高 你要吃女版的 但是我有个问题啊 这个男版的八真高 是乾隆皇帝吃的 那你说孟主比如说吃这种 女版的八真高谁吃啊 吃女版八真高的这个人 非常长寿 她就是老佛爷慈禧太后 嗯 我吃的这个女版的八真高呢 是在慈禧太后 原来的那个八真高的基础上 我给她进行改良的 嗯 这道八真高又是因为什么 能起到独特的养生效果呢 还有平时大家伙 比较推崇的山药一米芡石粥 还有什么四宝粥等等 其实这些呢 都是由八真高养生而来的 对 这里包含的八种珍贵材料 又有着什么样的作用呢 八真高里呢 真像我们铁峰老师刚才说的 那么多的作用 而且它有泥有洋 有的是生 有的是酱 平和有天 它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养生 第一高 稍事休息 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那老师 今天这八真高可是我提出来的 必须得做南版的八真高 我同意 是吧老师 嗯 你们俩什么时候就统一战线了 我们俩身份证的性质决定了 我们俩必须统一战线 对 那要是这么着的话 我就觉得 要不孟主 委屈一下你啊 你看看 我这个人经常妥协 没办法 赶紧抓紧时间 按照我们基地方案 办 办 就这么定了 好 就这么定了 今天呢 我们就做南版的八真高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如果您呢 看到这会儿 哎呦 我也想自己在家里 做这道千年养生第一高 但是 我又不知道 你们今天不做的 这个女版的八真高 该怎么做呀 我告诉你啊 您可以随时添加我们栏目的微信 里边就有详细的配料 和制作的整个过程 等待我们的女同志 去收藏 那孟主稍后扫一扫 收藏一下 老师您看您说了这么多的食材 就不只是我没记住 我感觉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肯定也都没记全 而且那么多就是钥匙同源的食材 可能也是比较难找的 您有没有什么家庭版的 简易版的八真高 可以给我们大家说一说 这问题我发现是一个接一个 他说的有道理 这还支持一把 还点了一个赞 要不我今天就给大家做一道 改良版的家常的八真高 正一啊 现在希望你去把食材 给温大厨送去吧 好 这这些油的都拿着 对不对 对这白芝麻 这么多我还有点保不住 黑芝麻 这是核桃仁 核桃仁 这个是什么豆吧 黑豆 黑豆 哎哟 你多跑两趟吧 别打了 莲子不能 我这比较懒 一人 一人 山药 是吧 天石 哎哟 行了 我就走了 你可慢点啊 还真挺能干 反正打了你就别吃了 今天呢 我们给大家做的这道 养生第一高八真高 它特别适合我们一些老年朋友 哎 就是像铁方老师 我这馅就可以了 这你你你你这个 五十 五十 还有我这个奔七的啊 就这些人往上走的人 都可以来用 上了年纪啊 基本上我们很多老同志啊 这脾胃啊 它就虚弱了 那么八真高的作用就是调养脾胃的一个经典的养生美食 你说你吃着口感好 饱了肚子还调理了身体 这个多好啊 还有平时大家伙比较推崇的山药一米嵌食粥 还有什么四宝粥等等 其实这些呢都是由八真高衍生而来的 对 而且中医理论吧 认为什么呢 脾胃后天之本 嗯 气血生化之源 这人要想健康 要想有高的生活质量 必须健庇 嗯 必须把这个脾胃调好 没错 这是我们天天说的 所以呢 这个咱们今天做这个 八真高呢 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朋友 比方说啊 平时觉得自己 最近段时间吃不下东西 没胃口了 身体呢觉得挺累的 那这个时候 你要具体说有什么病 好像还没什么病 没到那个程度 没到那个程度 你这个时候呢 就尝试一下 做点八真高吃一吃 八真高的做法是 先把这些食材 盐成粉末 再加上糯米混合 然后再添加一些水 给它和成面 这里呢我们可以加一点蜂蜜 把这和好的面放入模具当中 然后上锅蒸 蒸熟了 晾一晾 就可以装盘了 大家伙呢 也可以直接把八真粉 熬成糊糊状 然后喝 只要大家用到了这个八真 不是只限于高和糊的形式 只要是吃了这个八真 对调皮味 一定有很好的作用 对 哪怕做成八真粉 喝粥也行 没问题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今天阮老师 为大家做了这道 千年养生第一高 八真高 如果您也有类似的 独家养生菜 可以立即扫描 屏幕上方二维码 发给我们的工作人员 如果被选中 将会收录到电子菜单中 为大家整理了上千道 真正的养生好菜 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 就能够线上收藏 您喜欢的养生菜 里面更有了与之相关的 食物禁忌 以及制作方法 更为不同人群 专门归纳了 适合您的食物 如果您也想吃出健康 那么就请跟着我们一起 每天学做一道养生菜 其实我们就言归正传 今天阮老师给大家讲的 这个八真高 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功效呢 我觉得主要是因为 这八种药食兼备的 中药材的功劳 你看这里边这福灵 福灵是健脾补中 宁心安神 利水甚施 这个四君子汤 其中一君子就是他 对对对 主要的 其中之一 这个芡食呢 又叫鸡头米 好东西啊 补皮止蟹 养心益肾补中益气 滋补强壮 何谓礼气 开胃进食 这个一人呢 健脾开胃 补中去施 山药呢 能健脾胃 易肺肾 补虚劳 驱风湿 白点痘 它能够理中益气 补肾健胃 莲子能够健脾 补心益气强制 强筋骨 补虚损 异肠胃 这个麦芽呢 能消食 盒中 去积除炸 藕粉 能够养胃 滋因 去瘀生心 消食健脾 凉血除烦 止藕壳 止泻力 一口气啊 铁峰老师啊 就把这八真膏里啊 这个各种成分啊 它的作用啊 说的都齐齐全全的 其实这个八真膏里呢 真像我们铁峰老师刚才说的 那么多的作用 而且它有泥有洋 有的是生 有的是酱 平和有偏 它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养生 第一膏 老师刚才我就捋了一下啊 这个八真膏 首先分男版 女版 对吧 这个男版的 就是乾隆皇帝爱吃的 对 但是乾隆皇帝爱吃的 这一版呢 也有这个年轻的时候 年老的时候 这两种 对 还分两 对 还分两版 对对对 所以说它有什么区别吗 问这个问题 这个八真膏呢 分男八真 还有女八真 那么男八真呢 就是乾隆皇帝所用的 女八真呢 就是慈禧所用的 那么男八真就是原版八真膏 那么在男八真之上 又分为健脾消肌和增补元气两种 年轻的时候 它是健脾消肌 年老的时候 它是增补元气 那么乾隆年轻的时候 吃的这个八真膏 其余的两味 是山楂跟麦芽 对 目的就是消食化肌 往下走 对往下走 年纪大了之后 它把山楂跟麦芽给去了 加上了是什么呢 人参跟白竹 目的呢 就是强身健体 这时候就是往上提了 往上提了 对 不再往下气了 对对对 容老师 咱们今天做的这道家庭版的八真膏 在它原有的基础之上 又进行了一个改动 这个改动是什么 您给大家说说 好 这次呢 我给它留下了 玉米 莲子 山药 茯苓 这个四种 我给它加上了什么呢 核桃 黑豆 还有黑白芝麻 这里呢 我想着重地讲一下这个黑豆跟这个核桃 黑豆这个食材特别适合脾须水肿 现在有不少的人呢 这个腿肿 腿沉 这个走道呢 提不起腿来 还有脚气 又服肿这样的朋友 所以我加了这个 另外呢 这个黑豆呢 还有清热解毒的作用 还有补血养肾的作用 像现在很多人都喜欢吃一些什么保健品 营养品等等 但是有些人吃完了之后 这身体倒不孕化 那就会出现什么呢 胃不舒服 容易这个腹胀 这其实呢 就是要毒日久了 停留在体内造成的 那么这个黑豆呢 它可以有效地改善这些个情况 而且观众朋友 这个黑豆和核桃 在生活当中都非常常见 也是大家公认的高营养的食材 比如说它能补肾乌发 也能够延缓衰老 对 而且这个黑豆跟这个核桃搭配起来 效果就更加好 所以我们这个观众朋友 平时您可以把这个黑豆啊 红糖啊 核桃啊 搁在一起 煮煮在吃 这个就能为身体 补充丰富的植物蛋白 而且呢 还可以促进 我们身体内的 免疫细胞的再生和代谢 给我们的人体啊 提供免疫球蛋白的活性 平时经常吃点黑豆 还有核桃 可以有效地提高 人的抵抗疾病的能力 黑豆跟这个核桃当中 还含有一些天然的灶弹 和一些微量元素C 还有维生素E 这些都是好的营养成分 那么这些物质呢 都是天然的抗氧化的成分 它干什么呢 能抑制体内自由基的生成 而这个自由基啊 它又是导致 我们人呢 衰老的一个重要的存在 你说这自由基 数量减少以后 人的这个衰老的速度 不就减慢点吗 另外这些营养成分呢 还能够清理 我们身体里的胆固醇 能够预防动脉硬化 你说这何乐而不为啊 奇特的八真糕 所含有的八种食材 都有着不同的作用 而这道八真糕 又是老少皆宜 我们这道八真糕 老少皆宜 而且今天我也说了 它特别适合 不同年龄的人 又有着不同的配方 对于小朋友来说 又该如何调整呢 我这次给您的是 加味八真糕 杏仁味啊 挺足的 我想这小孩子 应该是特别的爱吃 稍事休息 精彩节目 马上继续 杨老师 我看您还特意强调 我们最后 加了黑芝麻和白芝麻 对对对 您加这两个东西 都是好东西 对 但这是为什么呢 这个在讲 黑芝麻跟白芝麻之前 我想先问问正义 他不记得那么仔细吗 发没发现呢 我在这八真糕里 添了一些好东西啊 该说的好像都说了吧 蜂蜜 和面的时候加蜂蜜了 对就是蜂蜜 那为什么铁峰老师问我 芝麻 我非要讲这个蜂蜜呢 对啊 嗯 我猜那肯定是 芝麻和蜂蜜 搭配在一起 有什么特殊的功效 就像黑豆和核桃在一块 不就是好处多多的吗 哎呦 还是梦竹懂我呀 聪明 哎 女孩子真的是挺细心的 嗯 黑芝麻蜂蜂蜜 都是富含维生素 异的 他们两个搭配在一起吃 能够起到润泽皮肤 同时呢 还有养肺润肠的作用 特别适合在秋冬季节来吃 呃 另外这个白芝麻呀 除了对皮肤有好处之外 还能润肠通便 再加上点蜂蜜 对咱们肠胃的益处是特别的多 嗯 这个阮老师 给大家在营养上讲明白 这八真高有多么好 要我说 其实从老百姓的角度去看呢 也一样是非常好的 嗯 你比如说 在老百姓看来 这芝麻 蜂蜜 核桃 都是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吃到的 嗯 就算是茯苓 山药 是一些药材 嗯 那它也是药食同源的 对 可能会贵一点 嗯 但是你想想 自己在家 你不用多长时间 就能做出一道 这么能够令乾隆皇帝 都念念不忘的养生第一高 那不划算吗 当然划算了 对吧 嗯 而且它重点是什么 它不挺好吃 它对我们的身体好处还特别大呀 对 我特别推荐 观众朋友们 自己在家里能够做这么一道 八真高 嗯 老师啊 今天我们讲这个乾隆皇帝 常寿美食啊 为我们特别活跃 现在就有一位这个叫年华的 为友 他就问了 他说这个 今天讲这个八真高啊 好像就是特地为我们观众朋友 去准备的 嗯 然后他说 我小孙子呀 这个最近就感觉胀气 然后还有点及时 去医院看了大夫呢 说是这个脾胃虚弱 然后他就想为这个小孙子也做这个八真高 嗯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注意的地方 在这我要跟这位叫年华的为友说一下啊 我们这道八真高老少皆宜 而且今天我也说了 它特别适合脾胃虚弱的人 那由于您呢 是要想做给小孙子吃 那我就在乾隆皇帝的南版八真高的基础上 给您做一下更改 您可以把白匾豆换成杏仁 八真高呢 它是一个阴阳双调的方子 对于调理小孩子的脾胃虚弱 效果真的是非常好 所以呢 您可以根据孩子的情况 做一个相应的调整 我这次给您的是加味八真高 去掉白匾豆 用杏仁50克来替代 因为杏仁呢它有开肺气通大肠的作用 同时呢还用了生山楂和炒麦芽 这样呢可以帮助消化以及基石 那么做出来的这个八真高呢 杏仁味啊挺足的 吃上去那个口感是懦中 带着骨韧劲 带嚼满嘴的那个杏仁香 我想这小孩子应该是特别的爱吃 这个黄帝内经理啊 有那么说法 什么呢 就是人呢 脾气不通 则酒窍不通 对 这小孩呢 就是纯阳之体嘛 说肝肠有余 脾肠不足 小孩有备 你在脾上下功夫 没错 而且这个方子好吃 刚才叫什么年华 对 他这小孩基石就吃这个 几天就健好 而且一直吃 小孩口还壮 能吃 而且排便还好 对 你们没带过孩子 嗯嗯嗯 你们不知道我刚才说这几条 对于老人来讲多重要 嗯 是 按这方法走 没错 对 刚刚呢 阮老师就根据不同的情况 给我们刚才那位威友 就做了一个定向的调整 如果您也想知道 属于您自己的八真高 您也可以随时添加 我们的栏目微信 关注我们的电子菜单 我们会把完整的食材搭配 以及烹饪方式 第一时间发给您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您也有属于自己的一道养生菜 您也可以立即扫描 屏幕上方二维码 发给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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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屏幕上方二维码